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港股今日是路得了四连跌 内地的熔断恐慌 拖累港股 横止收市急措于600点 见两年半的低位 成交突破1000亿元 反映了估压沉重 隔晚美股倒置即跌252点 横止今早低开208点 暴在20772点 开始之后一度的跌幅收窄 高见20826点 为之后内地股市急跌 横止受到拖累 最多大跌656点 低见20323点 跌穿去年9月29日 创出的20368点的低位 创下了两年半的新低 之后跌幅是一度的收窄 为午后临近收市 估压在线 横止逼近上午低位 收市报在20333点 跌647点或3.1% 国际指数是明显跑输 收报在8753点 跌383点或者4.2% 全日大市成交 急增至1072亿元 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辉丰控股跌1.9毛5 中国移动跌2.1% 建设银行跌1毛1 欧商银行跌1毛2 中国银行跌1毛 港交所跌6块 中国人寿跌8毛 邮邦保险跌1.4 腾讯控股跌5.8 金沙中国跌1.8毛5 长河跌2块1 新鸿基地产跌4毛5 九龙仓跌4毛5 中国海外跌1块2毛5 华人质地跌1块05分 中海油跌4毛7 中石油跌3毛2 中石化跌3毛2 宽的能源跌3毛4 中国生化跌6毛4 关注完了港股 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表现 周四的早盘9点42分 沪深300指数的跌幅是扩大到了5% 年内第二次的触发了下跌熔断线 修市15分钟 9点57分 户指再度开市后继续下跌 户指跌7.32% 触发了修市熔断 9点59分 A股市提前收市 全天成交市不足15分钟 来关注截至到近日A股收盘为止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指市暴在3125点 跌236点 跌幅为7% 深圳城市暴在10760点 跌 964点 跌幅为8.23% 沪深指数暴在3294点 跌245点 跌幅为6.93% 创业板指暴在2256点 跌211点 跌幅为8.58%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欧阳玻璃折让84% 中石化油腹折让77% 广汽集团折让74% 浙江社保折让73% 中海集运折让72%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江苏宁护高速溢价负的0.3% 福耀玻璃溢价负的1% 中国平安溢价负的2%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负的2% 中国泰保溢价负的10% 关注完了股市来关注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内地股市今早是跌停之后 中国证监会就发表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规定 规定要求大股东及董事等 若透过证券交易所减持 需要提前15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 而3个月内减持的股份总数 不可于总发行股本的1% 规定将于1月9日起开始实施 中正先就表示以因应各种股份转让方式 对市场的影响划分了不同路径 引导有序的减持 有信心是不会爆发减持潮 相信可防范大规模以及集中减持行动 或者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以及稳定市场的预期 化解恐慌情绪 并且强调推出减持规定 并非意味中正经等国家队即将退市 而国家队以及当局稳定市场的职能 也是保持不变 华尔街的日报就引述了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制药公司生鲜药业集团 计划今年第三季在港进行首次的招股 集资最多为10亿美元 知情人士就表示 该公司已经违聘了招商证券 摩根士丹利和瑞银集团 经办它的IPO事宜 先生药业也将成为季三生制药之后 首家在美国退市并转赴香港上市的中资公司 先生药业曾是中国一家单纯药品分销商 现时其业务范围已经是扩展至 在中国自主研发制药业和仿制药 并一直扩大研发支出 与国际制药公司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 沪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